在河北省石家庄市,有一个煎饼哥曾丰,从2013年起,他把每个月的15日定为爱心日,免费传授制作煎饼技术。 7年来,从未间断,4月15日,记者在曾丰所在的煎饼店看到,门口非常热闹,占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。 在听煎饼哥曾丰传授煎饼的记忆,曾丰告诉记者,来他这里学习制作煎饼的,大多是家庭比较困难的人。 44岁的曾丰是河南信仰人,他从小家庭贫困,曾在北京做高级厨师的他,上世纪90年代就月入万元。 后来到石家庄发展,开了家小吃店,生活带有起色后,曾丰想到自己创业时一穷二白的艰难,就决定帮助那些想创业的人创业。 我就开始投资了四五万,然后做了一百二十辆煎饼车,然后免费发给那些贫困家庭,然后教他们技术,给他们车,让他们自主创业。 七年来,已经有三千多人跟着曾丰学到了技术,并创业成功,他们的生活大为改观。 来自石家庄的张亮霞就是其中的一员。现在,张亮霞不仅自己创业成功,还向曾丰学习,带同自己身边的姐妹们一起创业致富。 学过之后呢,就是说给家里头也增加了一些收入,然后还有我们也是跟老师学习,如果有经济条件不好的,我们也会免费地教授大家。 现在教了有五六个。 曾丰不仅教学员技术,还教他们经营。 他经常跟学员强调,做食品行业想要长久,一定要讲良心,不能偷工减料,投机取巧。 曾丰表示,他从未想过放弃,越多地了解到学员的家庭情况,他就越坚定自己做下去的信心。 曾丰和妻子已经商量好,每个月15日,免费教制作煎饼,会坚持到自己60岁。 咱们就每日开个小车到处去转,然后走到哪儿,教到哪儿,带旅游带,教别人技术。 最需要就是有一个爱心的单位能提供免费一个场所,每个月让我师父好去,带着大家一块去学习。